大家好 很多花友咬蝴蝶兰 发现开花了 但是零零散散开几朵出来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 长了两条花剑 这一条花剑的话 长了很多的这个分叉出来 那么这些分叉一打开之后 这一树花就会非常的漂亮非常多 那么指使蝴蝶兰开花少的原因 就是由于平时 没有能渊源不断的给它补充零元素 所以呢我们想要蝴蝶兰达到这种效果 花感又多 分叉又多 开花又多 我们最好一年给它使用一次 这种长效的磨肥 这种磨肥呢 它里面的零元素含量非常的丰富 还有铭元素非常的丰富 那么零元素加上铭元素 可以强壮蝴蝶兰的根系 同时又可以促进它花芽分化 更加容易让它长更多的分叉出来 分叉越多开花越多 而且呢它不会烧根 因为它是通过 蝴蝶兰在生长的时候 根系释放出来的有机酸 来溶解这些磨肥颗粒的 它不受水和温度的影响 那么我们给蝴蝶兰用这种磨肥 来给它补充零元素 既可以变得简单 又可以变得更的轻松 而且呢 还不会烧根 那么对于一些不会施肥的话 还有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下期见